文博会排队人潮绵延 但队伍里一名男子穿过人群疑似插队 让目击民众看傻眼 实际来到现场直击 猎羊挡不住民众的热情 撑好伞 电扇 扇子 备好备满 帐篷区内的排队人潮也爆满 有人次被折叠椅 还有的更狂 带来野餐店 铺在地板 排累了 好利用时间来补眠 人气爆棚的文博会到底夯什么 进到展场里走一遭 每个摊位前满满都是人 不少抄人气IP周边商品大集合 有粉丝一买扛了一大袋 人潮不间断 但传出插队乱象之外 展场动线也被认为有待改进 刚刚出来的那一刻 我好像又被引导到另外一边 我会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很明确的知道说 一个出一个进的感觉 然后好像又被想办法引导到最边边 然后再进来看另外一个家 2024台湾文博会遗失台南 超过570个品牌 近700个摊位考验民众荷包军 只是人潮一多也传出插队乱象 华时新闻刘焕生台南报道 哈喽 我是雷娅 想要抢额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YouTube频道